湖南诸州巴黎后小伙邝仙鹏耗时半年 将1986年版电视剧《西游记忆》中重要人物 以及经典场景用钢笔画的形式还原于宣纸上 整套作品共计130张 涵盖了剧中所有重要角色 他说,能以这样的方式 纪念陪伴自己成长的中国超级英雄感到很幸运 邝仙鹏是一名就职于湖南诸州铁路干线上的普通职工 喜好用钢笔画画 一次偶然的机会让他萌生了创作《西游记人物钢笔画》的想法 他于2018年11月着手收集《西游记》相关素材 并开始创作人物画像 这是从2018年在北京做了一档节目 当时我在想下一套作品我该画什么 然后工作人员正好也跟我聊到了四大名著 这给我一个很深的一个启发 因为我也是作为一个80后嘛 四大名著当中《西游记》就是陪伴着我们的成长的 然后我就决定着手就开展宣纸刚笔画的整套的西游记的创作 在交谈中记者了解到创作之初 因为有剧中人物照 邝仙鹏就反复观看西游记电视剧 将相关人物的特写视频截屏 每幅作品平均耗时两天 最难画的是唐僧和女儿国国王有缘图 他说 画中唐僧的表情具有多层意思 很难将其把握精准 一共画了五次才满意 邝仙鹏说 在创作过程中还有一段小插曲 自己每完成部分作品后 都会上传至网络社交圈 希望得到大家对作品的看法并进而修改 当他这套作品完成三分之一工作量时 1986年版西游记中 孙悟空的扮演者六小灵童得知了此事 并主动帮他联系上了86版西游记摄像师 西游记续集导演王冲秋 我画了三分之一的时候 有一天我就无意地接到了六小灵童 他们打来的电话 说我的这个作品画得不错 然后就把我就推荐给了王冲秋老师 王冲秋老师他也看了以后 也觉得不错 他就安排他的助理 就给我发送高清的剧照 有五百多张 然后我就在这个剧照当中 就是节选这130副进行专门的创作 在得到电视剧西游记储创团队支持后 邝仙鹏开始了为期数月的闭关创作 除了经典场景外 还有不少画作融入了作者的想法 仅仅通过一幅画 就可以让观众联想到 那一期电视剧西游记当中的情节 这整套的作品当中 它有近景 远景 还有特写 然后我是在原本的这个镜头当中 在根据自己的理解 为了更加的丰富 体现这个画面表达出来的这个人物 内心的这种情感 我就在上面在进行的二度创作 例如像唐僧骑着白马回头望唐王 望向自己的故土的最后一眼的时候 我就在他的身后就画了他的一道剪影 朝向余晖 义无反顾地奔向取经之路 多年来 邝仙鹏善用巧思和手中的钢笔 绘制过不计其出的作品 其中 192米长的钢笔画 生命与文明和巨星指引画 《龙的传人》两幅作品 均创造了吉尼斯世界记录 采访接触时 邝仙鹏向记者表示 自己未来还将坚持创作 以中国传统特色的人物故事为蓝本 丰富自己的创作之路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